这上帝看到上个星期 有五位弟兄姐妹休息 他们当天聚会四点钟以前 两点钟左右了 下大雨 下得很大 每一期下大雨的话 我们就禁食外面通道 水就出来了 但是很快就没了 后来五个人休息 因为下大雨的话 所以来的人少了一些 而且Tiffany 凯凤尼在这里 还有弟兄姐妹在温哥华 八十几个人 应该假如他们都回来的话 应该有可能有一百个人 都是经常来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 非常感谢 有一对夫妻是广东的夫妻 是我们2015年开始认识 帮助他们绝肢的 现在看到他们两夫妻 一同受洗 那个太太愿意受洗 但是这个丈夫心比较硬 一直都说你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等一下等一下 两个月以前 她的太太说 谢牧师我在跟老公做思想工作 你为我祷告 这个几个月的思想工作成功了 所以Daniel Sherman他们去的时间 他愿意受洗了 非常感谢 两对夫妻 一个年轻人 还有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十九岁 一个十八岁 还有另外一个姐妹 也是比较年轻的 本来她丈夫 说夜受洗 后来我们 神还是觉得她还没预备好 所以后来她就放弃了 五个人受洗 本来是四月三十号的 当天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都跟我说 她说牧师可不可以改一下 因为那个长周末 五一是他们的重大的节日 他们长周末 爸爸妈妈去晚去了 我要在家看店 受洗可不可以改一下 一般的为了父母要看店等等 但是后来我就想 当天是长周末 长周末好多人都出去晚的 不如把这个受洗 改了一个星期以后 人都回来了 这也是好 当天年轻人十几个都回来 一起支持她 连她受洗的时间 现场直播 打到英文堂那边去 你们不知道 当时我们那边年轻人 现场播到英文堂去 一起跟她欢喜快乐 所以五月七号 真的很有意思 感谢神 这一次呢 我主要跟他们查经 跟上帝 都是查经 有一个弟兄 他说 哎呀 羡慕师 我信主十多年 以前都是挂名的 从来没有想去读圣经的 最近一直查经 现在感觉心里面 有一个火热的心 好像圣经要把它读完 把它好像吞下去 这个感觉 我说感谢上帝 神感动了他 渴慕神的话语的基督徒 才可以长进 有一个我们一起 讲萨摩尔记上的经文 每天灵修不是讲 萨摩尔记吗 讲的时间呢 我肯定他 一面听 一面还去 回去看那个经文的 他说 每天我听完以后呢 再打开圣经 去看 非常感恩 看到弟兄姐妹 灵命增长了 慢慢这个教会稳定下来 这个是建立教会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可以办好多活动 办好多吃啊 旅行等等都可以做 但是呢 核心的就是要建立弟兄姐妹 在神的话语当中 敬拜上帝 彼此相爱 我们看到阿根廷的教会了 慢慢成长起来 非常感恩 有机会 跟学们建议去了两次了 Daniel 我们一起安排一下了 真的到那边 服侍当地的教会 大家说 哎呀 牧师太辛苦了 这一次呢 因为Tiffany的安排 有个姐妹 每天来给我做饭 每天 她说三餐 我说千万不要三餐 早餐我自己弄了 午餐 晚餐 所以我胖了几胖 增加了胖了 师母说一看 哎呀 重了 我一放在那个胖上 哎呀 真的有点胖 也 这是走来走去 没有太多 路上走嘛 所以 看到神的恩典 今天是母亲节 母亲节呢 是纪念母亲的爱 对吧 母亲的 伟大的爱 母亲对我们的恩慈 虽然有些时间 我们不一定能够回报 母亲的爱 但是这个爱呢 确实每一个人 很深深地体会得到 母亲的爱 只现一个更伟大的爱 上帝的爱 恩慈 母亲给我们经历恩慈 让我们体会上帝的恩慈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一个希伯来文呢 就把神的爱描写出来 新约里面 这个是新约里面 希腊文的这个字 旧约的这个字呢 叫Hesed 就是旧约里面 神的恩慈的爱 这个字翻译成为恩慈 慈爱 母亲节 人间的慈爱 让我们想起 母亲的 上帝的慈爱 今天我们看 开始看那个路德纪呢 就是神的慈爱 通过路德的人生 勒尔米的 黑暗的人生 苦的 苦难的人生当中 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我们 这四个星期来讲路德纪 大家知道在哪里啊 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了 打开圣经很简单 五经 创出 利民 生 然后呢 约书雅记 然后呢 世诗记 以后呢 就是路德纪 再是 撒摩尔记上 所以只有四章 很容易就错过的 所以你 当然你用手机的 就不用了 手机就看看 就看得到了 打开圣经的话呢 应该是 五六七第八卷 就是路德纪 很短的 一个好像 短篇的故事 很优美 当中呢 描写 两个女性 勒尔米跟路德 她们是主角啊 后来那个波亚斯的 她是配角 主角是两个女人 神怎么样 在勒尔米的 黑暗的人生当中 非常痛苦的人生当中 能够帮助她 重建光明 重新体会 上帝的慈哀 我们今天看看 刚才读了经文 在回首第一章里面 拉尔米的人生呢 本来是挺不错的 在 柏利恒的里面 后来刚才读的时间 她回去的时间 他们说 哎呀 这个是拉尔米吗 我们回到故乡 整个城的人都知道你 表示 他们家族呢 在柏利恒里面 是有点名望的 可能是富有 可能是贵族等等 当时国家遭遇灾难的时间 那个饥荒的时间 他们就选择了移民 我们移民呢 现在移民呢 还不错的 但是也有困难 当年移民呢 很糟糕的 很不容易 为什么移民呢 社会比较乱 逝世的时间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 从亚伯拉罕 这个组长的时间 后来离开埃及 一直进到迦南 初期的时间 称为逝世的时期 当时国家 这个制度不完美 比较乱的 大部分时间 耶和华 他们行耶和华为恶的事情 神就欣喜逝世来帮助他们 才把事情平静一下 后来又乱了 所以当时逝世的时期 国家比较混乱的 道德啊 各方面呢 没有那么规矩的 经历大饥荒 他们这个人呢 叫以利米勒 以利米勒 意思就是说 上帝是王的意思 Malak 米勒这个字呢 就是王 以利就是以利 Elohim就是 以利就是 上帝是王的意思 几个名字呢 都有意思的 这个人 以利米勒 她的太太叫 勒奥米 勒奥米的后来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甜的意思 哇 这个女子叫甜啊 非常甜 所以说 Good name 是好的名字 甜 读出来 Naomi 就是甜的意思 声音很好 甜 OK 她的儿子 不大好了 她两个儿子的名字呢 意义不大好 第一个名字叫 马伦呢 就是 瘦弱 很弱的意思 所以死得很早 可能生下来呢 就比较 身体不好 那我们中国人呢 身体不好 越给个名字 越全壮 但是犹太人 你身体不好 这个名字 比较软弱的名字 第二个呢 叫基年 基年也是 失落 衰败的意思 可能两个孩子 生下来 身体都不好 所以给个名字 哎呀 你身体很瘦 很弱 这给个马伦 哎呀 也不行 好 给个纪念吧 结果两个死得很早 OK 他们一家 离开这个 伯利涵的时间 是丈夫 拉尔米 带着两个孩子 三个男兵 一个女人 到移民去 去新的地方 找梁池 西荒 他们有点浅 找到摩亚 那个地方 摩亚地方 这是越旦河的东边 今天越旦的国境里面 它是比较高地 高的平原 所以比较 有 找吃的地方 比较好 在那边 就住下来了 后来丈夫死了 一个女人 丈夫死了以后 不用担心 还有什么 儿子 还有两个儿子 不用愁吧 两个儿子 可以照顾他 你知道以前 寡妇呢 是很可怜的 尤其是 在异地生活的寡妇 不像我们今天 你有寡妇以后 政府给你补作吧 还有孩子 牛奶金 没有这个福利的 在外地当中 你是寡妇的话 没有人保护你 没有男人保护你 你就受人欺负 而且你什么业权 都没有 所有权力 都是从男人 那边过去的 所以寡妇 很惨 有两个儿子 还好 所以他们 儿子就结婚 结婚 生孩子 有孙子的话 就好了 保住我们家族 已经有男丁 剩下去 当地摩亚的地方 摩亚呢 摩亚是什么地方呢 是当年跟犹太人的关系 不是很好的 他们的祖先呢 是罗德跟两个媳妇 两个什么 媳妇 女儿 乱伦出来的孩子 OK 摩亚呢 摩亚呢 他当以色列要进入加拿的时间 他拆派找一个巴拿拿 然后咒作以色列人 所以摩亚跟以色列的关系 一直都是好啊不好 可以说是一个 不是友好的国家 不是永远的朋友 而是常常都是敌人 有些时间是朋友 但是基本上 不是非常友好的国家 他们去的那边 去的一个 不是很友好的国家 是个 这个移民呢 有很多问题 结果 丈夫死了 两个儿子都死掉 剩下三个女人 很苦啊 很苦 所有男人都死掉 谁照顾他呢 怎么办 你又猜一下 当时年龄怎么样 他们在那边 大概住了十年 这个十年呢 可能是那边住十年 可能是孩子结婚十年 假如是结婚十年的话呢 大概那边住了十年多一点 可能丈夫去那边很快死掉 妈妈就说 快点结婚吧 可以生孩子 没有什么准则啊 当地的女子吧 没有犹太人啊 那边不多嘛 就除了当地的女子 结婚十年 没有孩子 就死掉 当时年龄结婚 一般的十几岁就结婚 十六十七岁结婚 所以呢 路德大概二十几岁 还没到三十岁 都很年轻 拉欧米年纪多大 四十左右 四十多 他结婚孩子大概这样子 二十几岁 四十多 不到五十 就是五十 可是刚刚五十左右 已经 五十呢 以前已经 五十岁的人 已经叫老翁 老妇的嘛 现在我们五十岁 七十岁孩子老 五十多岁还是壮年啊 不能说是中年 古代的四十五十岁的 已经老年了 老翁了 老妇了 这样子 OK 现在呢 很苦 当时拉欧米的情况是说 他就跟他两个儿妇 媳妇就说了 你们个人回梁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因为你们恩待 以死的人 与我一样 那两个年轻的寡妇 对他们两个儿子 对他过去的公公 对他自己 都很好 他们恩待他 用慈爱 对待他 你们很好 现在回去吧 愿耶和华用同样的慈爱 对待你们 耶和华 可能这两个儿 两个媳妇在他们家里面 慢慢地在他们的信仰 的昏徒当中了 他们可以说 愿耶和华来对你们好 愿耶和华 使你们各在新的福家 得到平安 这个平安很重要 这个平安不是说 哎呀平安吧 平安对一个寡妇来说 这是以后的一生的幸福啊 让你们在新的福家里面结婚吧 二十几岁 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不要当寡妇了 可以得到有丈夫照顾你啊 女士老米说 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 对不对 这个婆婆呢 明世里能够趴望 两个儿妇快点回去 但是呢 她讲话的时间呢 再跟她讲的时间 她心里面很苦的 再下一个 他们说 不然我 当然他们说 我不要不要 我也跟着你 老米说 我女儿啊 她称他们女儿的 把他们当女儿一样 回去吧 为何要跟着我呢 我还能生孩子 给你们丈夫吗 这个我们听起来 怎么可以啊 古代社会 哥哥结婚嫂子 没有生孩子的话 弟弟有责任 要娶嫂子做他老婆的 为什么 保持这个家族 这个后人都留在自己 保护这个财产 都留在自己的宗族当中 在古代的社会里面 中国 好久已经没有这个事情了 中国已经没有 但是当时这个是 一千两千多年以前的事情 宗族社会 有这个事情 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当时的是 我已经连老了 她说 我没有 怎么能生孩子呢 就是不能有丈夫 就是有 马上结婚 生孩子 再能给你结婚的话呢 十几年 你们再等十几年 又变得四十岁了 不行了 不现实 不能耽误你们的人生 你们还是回去吧 不可能的 我的女儿啊 不要这样 这句话很有意思 把她的内心的心态 描写得非常的仔细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啊 因为耶和华伸手 攻击我 出来的时间 丈夫两个儿子 现在他们都死了 耶和华攻击我 我现在好苦啊 那儿民 经历人生 非常痛苦 他很苦 埋怨上帝 我们再看 他跟路德说话 我们等一下 我们跳到二十节 二十 十九节 等一下 十九节 回到前面 对 于是他们后来 路德不走吗 刚才我们读了 等一下 我们再看路德的事情 他们回去耶路上了 到了柏利恒 不是耶路上 sorry 柏利恒 何城的人都惊讶 妇女说 哎呀 这个是达阿米呢 这句话怎么说呢 整个城的人都很惊讶 她回来了 那时候妇女说 哎呀 这个是达阿米吗 可能意思说 很奇怪 她回来 移民去摩亚 不是很好吗 但是也可能说 哎呀 我都不认得她了 可能你走的时间 年轻很漂亮的 为什么先跟 变成老夫人一样 儿子死了 丈夫死了 很难过 整个人都变了 啊 这个是达阿米吗 那你就说二十节 不要叫我达阿米 因为我的名字 以前是叫甜的 叫我马拉 苦的意思 达阿米 不要说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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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都不好听 马拉 马拉 就是很苦啊 我现在很苦 名字要改 不要达阿米 我要 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因为传能者 使我受了大苦 这里称上帝 不是圣耶和华 耶和华是 守约 诗慈爱的神 传能者 就是强调神的大老 在整版圣经里面 传能者的 他希伯来语叫 El Shaddai Shaddai就是大能者 传能者的意思 强调的是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可以祝福人 可以审判人 神的能力 对付我 让我面对这么大的苦难 我能做什么 他的意思说 传能者叫我受苦啊 满满的出去 满满是什么 不是指家财啊 不是金钱啊 满满的 丈夫 两个儿子出去啊 现在空空回来 什么空空啊 男人都死光了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路德 一个女人 一个媳妇跟着我 空空地回来啊 耶和华 降祸于我 传能者 使我受苦啊 你看那个心态嘛 上帝 用现在的话呢 你害我 你整我 你对我不起 是吧 但是我没办法 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你是传能者 你什么都能做 我是无辜的 你降伏于我 我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有点不服气 对不对 不服气 很苦 好多的犹太的 一些解经家就想 哎 这个不对 这个 这个不对 我听起来好像是 岳伯纪 岳伯纪是上帝 嫁祸给他 岳伯呢 就说很不服气 哎 等一下 这个跟 这个不一样 勒米一定犯了罪 一定做错了事情 所以上帝惩罚他 犯了什么罪 刚才那个经文当中 你们找到什么 什么 蛛丝马迹 上 这个 这个 岳伯纪犯了什么错 找到两件事情 第一 他移民不对 你是以色列人 耶和华保护你 你跑到摩亚地 干什么 移民离开你的国家 当时不是我们 现在移民 中国移民到这里 不是这个概念 你们是耶和华的国家 耶和华保护你 你跑到摩亚地 就表示你 不相信耶和华了 所以这个犯罪 这个讲法对不对 那我们看圣经 要不单单抽象地去讲 看看经文 描写他 饥荒 搬到那边 从那边住下来 有没有加一句话 这个是耶和华不喜悦的 有没有 没有啊 从治理行间也看不出 他去那边是犯了什么大的错误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呢 移民是犯罪 耶和华 惩罚他呢 这个讲法呢 不成立 OK 另外一个 后来找了原因 说 他们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 更义足通分 想起以色拉里希米当时的年代 后来被鲁归毁毁的时间 当时很清楚了 以色拉记 你不能跟外祖女子通分 结婚以后都要离婚 啊 犯了罪 跟外祖女子结婚 信与不信 不能同夫一恶 那个是保罗 把信与的旧约都乱整起了 所以呢 南阿弥受到上帝的惩罚 是应该的 这个讲法 对不对 同意不同意 所以上帝惩罚他 是因为他们娶了 外祖女子为妻 这个好像说的有道理 以色拉里希米 保罗都拿出来了 大家小心 圣经乱找证据很危险 第一方面 以色拉里希米 是比逝世的时间 后了好多年 以色拉里希米 大概是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逝世的时间 还公元前一千几百年以前的事情 当时社会情况 跟后来不一样了 这个规定没有那么严格 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外把保罗也拉过来 保罗是新月 是教会 也不能完全拉过来 你明白意思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 你看一下整本圣经 真正的英雄 不是英雄 应该是英词 是女的 是谁 是路德 路德才是整个故事 最近前的人 所以跟路德结婚 有没有错 没有错 假如路德是一个坏人 跟他结婚是惩罚他 他就不可能成为 整个故事的英雄人物 路德是他的恩慈 耶和华拯救他 路德是关键的人物 所以这个他们犯罪了 所以上帝惩罚他 说不清楚 所以为什么上帝攻击他呢 没有答案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交代 为什么他经历这个困难 为什么他的丈夫死了 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死了 没有交代任何的原因 好像岳伯记 岳伯说上帝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啊 为什么这个灾难 连到我身上 其实上帝没有告诉他 最后他说 哎呀 以前封闻有理 现在亲眼见你了 问题放下来 路德记 罗尔你在痛苦当中 上帝你大能辙 你对付我 你给我吃苦 上帝没有用 哲学的方法 跟他讲道理 没有用岳伯记方法 来跟他解析苦罪的问题 也没有用神学的方法 来跟他解决 减损了一个外邦女子 摩哑的女子 来告诉他 神的作为 不是单单打击你 乃是神的慈爱 没有离开你 一个人在痛苦当中 我们跟他讲道理 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 有些人说 哎呀不要讲道理了 都说 碰到一些困难的人 哎呀你太困难 你不用担心 你不是最困难的 我好的朋友 比你更惨啊 这个方法可以用吗 你没有工作了 你不用担心 我这个朋友重更惨啊 家人都死掉了 你告诉他 你不是最惨的人 很多人比你更惨的话 这种方法 在辅导方面不行的 他已经往下沉了 你告诉他 你下面还有好多人 你不用担心的话 把他拉下去 这个不是帮助我的方法 有些人我们以为 哎呀你只有想通 不是这样的 一个在困难 苦难的人 很痛苦当中的人 他要看到光明 他要看到这个世界 还有爱 还有盼望 才能从困难当中走出去的 所以神 很奇妙 神 减少了一个 想不到的一个工具 一个人 摩亚的女子 来把神的慈爱 实实在在的 让勒尔米尽力 告诉他 上帝还是爱你的 慈爱 那我们今天看看 路德 如何 她是一个女子 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不是专业的人士 一个普通的女子 寡妇 没有读过很多书 很简单的一个人 OK 但是从一个路德 这个简单的人当中 看到她实在的 生命的信仰 好了 OK 朗尔米说 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本地 本国和他所拜的神 哪里去了 他可能以前呢 就是拜摩亚的神 后来嫁给他们家呢 就开始拜耶和华了 但是他有没有改姓 有没有conversion 有没有悔改认罪 归姓耶和华呢 不清楚 应该不是很深 不然的话呢 他还回到自己 本国的神那边去 对不对 只是一个生活的方法 走了 为什么你不回去呢 你应该回去吧 所以圣经里面 没有责备那个 那个什么 Opera 这是 他那个嫂子 没有责备他 应该回去的 年轻 回去没关系 合理的 路德说 不要 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那路德呢 他是舍不得 他的婆婆 这个婆婆只十岁了 一把年纪 怎么可以让他自己回去呢 舍不得他 他说了几句话 我们每一句一句的 去看一下 一点不简单的 要从路德的角度 去看那些他说的话 他说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那这句话 真的不简单 勒尔米 回伯利恒 他是什么 他是回家 对吗 这个是他的老家 他从摩亚 回伯利恒 也不太远 是回老家嘛 回到熟悉的地方 家人的地方 回家 比较简单 是好的事情 离开移民 现在回去了 但是呢 路德是什么地方 对路德来说 是移民呢 从摩亚地 自己熟悉的地方 跟到 跟到老阿弥 去 勃利恒 陌生的地方 没有去过的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而且呢 一些 两批人呢 有敌对的眼光 在摩亚地 他是自己的地方 回到勃利恒 敌人的地方 哇 一点不简单 而且呢 你在那里 住在那边 我也在那里 住下来 住下来 跟去旅游 不一样的 对吗 旅游 就是去观光 走走走走 好像我们现在 去阿根廷呢 不是旅游了 我是住下来的 所以现在呢 可以坐公车啊 坐地铁了 可以走路了 没有坐地铁 都是走路 为什么 因为现在 要减肥了 要走路 走一个小时 啊 很好 不需要人家 借送了 住下来的 学语言啊 住下来 不习惯 都要学语言 都要做了 因为是心态改变的 对路德来说 住在那个地方 这把他的前途 人生啊 都赔上去 你明白 一个寡妇 年轻的寡妇 在自己本家 还可以结婚 对吗 二十几岁 还没三十岁 还可以结婚 找一个年纪 大一点 嫁给他 还可以 到那个 犹太的地方 人家 犹太人啊 怎么可以娶 外祖女子啊 住下来 就是一生守寡 永远不能成家了 开玩笑啊 还愿意去 哎呀 你爱这个婆婆 你以后 几点钱给她 就算了吧 还要跟她去 医生就当寡妇 而且 真厉害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判国罪 对吗 两个国家 不是很朋友的 犹大就是我的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把我的passport 不要了 现在转到 那个犹大的passport 他的家人 怎么跟他说啊 你跑到犹大干什么 我们可以两个国家打仗的 判逸我们的国家 一个问题 而且你的神 是我的神 把祖宗的 敬拜的巴黎什么 都不要 就信靠 以和华 怎么可以的 那我们中国人说 哎呀 我们爸爸妈妈过世 以后你回去 消香嘛 今天回去 也不能消香了 从古代社会当中 这个宗教 是非常重要的 路德 说了 就跟了米 把所有的意思 都陪上去 什么都不要了 更离谱的 就说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 古代的人 传统的人 在哪里葬 很关键的 知道吧 那我们现在 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 几十年前的老华侨 是广东台山县的人 他们在这里生活 甚至呢 他们连中文都说了不好 就是这里还说英文为主 说一点台山话 他们到年老的时间 要排回到唐山 他们在唐山 回到中国那边 死在那边 明白吧 不能克死异乡的 这个概念很深厚的 所以 现在路德说 你死在哪里 我也死在哪里 还要开玩笑 勒尔米年级比较大吧 可能再过几年就死掉了 他死在那边 那路德可以回家了嘛 对不对 他是照顾了婆婆嘛 婆婆死掉 他可以回家 他说我也不回家 你死在游达 我也死在游达 就留在那边 一个人 婆婆死掉 不用再服侍婆婆 还要死在那边 老子有问题 这个就是完全 把自己的一生 跟勒尔米的一生 连在一起 信仰 国旨 家庭 连最后 安葬的地方 就是跟他在一起 还有说一句话 不是随便说的 不然 愿耶和华 重重地降伐于我 此事地 在神面前 我说这个话是真实的 不然 耶和华 重重地惩罚我 代表他的人生 他说 我愿意 一生跟着你 爱你 照顾你 我对你的恩慈 永远不变 连我的自己 完全跟着你的信仰 回到犹大那边去 这个是恩慈 这个是对人的恩慈 这是耶和华上帝 这个哈赛 那很奇怪 这个路德 从这里说话 我们看不出 他对耶和华的信仰 有很深很深的了解 看不出 他是个普通女子 你问他神学问题 肯定答不出来 你问他很多信仰 以后往家里面 做什么事情 他也答不出来 你问他很多 律法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 他的信仰 不是这里的 是这里的 他的信仰 不是在嘴巴说的 他的信仰是 生活行为出来的 表现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他不太了解 很多神学 但是呢 却是活生生的 实实在在地 把耶和华的恩慈 在他对 勒阿米的表现当中 完全地 透切地表现出来 勒阿米 在痛苦当中 他不知道 上帝已经安排 一个天使 在他身边 就是路德 当时后来 他回到一个 伯利恒的时间 不是说 他名字要改吗 不叫田啊 甚至叫苦吧 他一个人 跟他的女人讲话 旁边站的是谁啊 路德 路德也没有讲话 没讲话 他没有介绍路德 给他亲事朋友 知道啊 那你知道 迎接他的 都是女人啊 为什么 男人都要田里面工作 女人 讲话好多 这个是我的师父 路德 他是摸牙人 没有说 连介绍都没有 旁边站着那个 安安静静的 路德站在旁边 他竟然就是上帝 要把神的慈爱 再次带进 他的生命当中的天使 各位弟兄姐妹 路德的信仰 实在地活出 Hesed 把神的慈爱活出来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很容易讲话太多 我们喜欢讲话 讲道 喜欢听讲道 喜欢讲很多道理 路德的信仰 讲不出太多道理 但是路德的信仰呢 是活生生地 把他的生命活出来 神的慈爱 不是当然讲的 神的慈爱 是实在的 实际的 行动当中表现出来 今天我们的信仰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在 我们的行动当中 把基督的慈爱 表现出来 把我们上帝的恩慈 在困难 黑暗当中 让恩慈的光 照亮他们呢 有没有呢 5月1号 非常感恩 弟兄姐妹 我们去旅行 在龙庄旅行 在龙庄里面 这里的龙庄 不是真的龙场 只是一个 这个龙庄 然后呢 还有其他骑马 还有其他碗 还有sip line等等 然后东西碗的 我们二十几个弟兄姐妹 安排去了 就去 啊 有骑马 我上一次骑马了 是1981年 三十几年都没有骑个马 上次是在加州 骑个马 哎呀 有点痒 骑马了 哇 也不错 这个马是老马 他走了几步 又吃草啊 还有放下一些窟窟啊等等 我就拉他 慢慢走 拉他还不愿意走的 慢慢走 慢慢走 十几分钟 慢慢走的一个trend 然后回去 我拍了一照 特别买了一个 骑马的一个照片 哇 快要回到这个马棚的时间 后面 哇 有人叫啊 一家马 狂奔 一个老人家 骑着马上 摔下来 我已经快到马棚了 摔下来 后来 我不能随便 因为我不懂骑马嘛 所以回到马棚以后 我再下来 看到 再看那个老人家 已经摔下来的话 啊 好痛啊 他是一个上海团 他是有 大概有十个上海人 那女的穿得很 这个颜色很 红啊 绿的 可能是上海的穿的衣服 真的不一样 其他阿根廷人都是比较 比较简单 穿得很漂亮的 那个男的是一个教授 八十几岁 好像八十二岁左右 这个教授骑马 他是一个人的 这个团里面没有轻齿的 一个人 掉下来 我下马以后看到 这个导游在那边 导游能够说西班牙语的 当地的导游 是中国人 还有其他农庄几个工作人员 这个主人在旁边聊一下 后来他的领队也在那边 这领队比较年轻的一个女的 也是上海人 当时我的挣扎是 我去帮忙吗 当时有个圣人说 西班牙语 你懂西文吗 咖啡库来吃还可以 叫咖啡可以 其他不行啊 你是护士医生吗 也不是啊 那你去干嘛呢 心里面这么讲 那边吃饭已经晚了 你去祷告吧 那我们 他们几个弟兄姐妹等我 去祷告的吧 但心里面 就看着他 几个人 还有没有什么行动 我这边要回去 要去 挣扎了几秒钟 想起一个电影 叫Robert Duvall 叫The Apostles 一个西式的电影 The Apostles 你懂英文的 你就去查一下 这个电影呢 就讲一个牧师 他是这样的 一个牧师呢 他开车 看到这个路上 有加上意外 停下来 马上跟他找 那个人加上意外的 这年轻人快死了 跟他说 你信耶稣吗 祷告 那个后来就死掉 那个图画 后来这个牧师呢 因为他老婆 这个是一个故事嘛 后来他犯罪 后来他 最后呢 建立教会 后来坐牢 在监狱里面 传福音能等 但很深的印象 就是说 我们看到 有加上意外 但快死的话呢 这位牧师的 应该去帮帮他 可能在最后一口气 能够听话 把他传福音祷告嘛 那个图画 不行 还要去看一下 万一他死掉以后 可以跟他传福音嘛 所以当时我就去了 不懂新闻 一去以后 吓了一跳 他们那边呢 其他农庄的人呢 一点急救的意识都没有 他们看他们 哎呀 好痛 哎 起来吧 车眼看着那边 把这个椅放下 拉他起来 坐车吧 你知道后面受伤的人 可以拉他起来吗 背部阻伤 可以拉他起来吗 不能动的 你最好不要 让他躺在地上 哎呀 有吻子上 你不要搞他 你给他扑一下 不能拉他起来 后来他找了一块布 放在布里面 抬他 我说 那个布是软的 我说不行 那我怎么 西文怎么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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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西 怎么说呢 他说 这样 什么 板 说了好几 那个很奇怪 那个导游在哪边不说话呢 他懂西文 他也不知道 说了一些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们那些 最后明白了 找了一个门 一个是一个破坡的门 从那个门 从那个门 后面有章 把它弄一下 然后后面是布 把它一二三 把它拉过去 就放在那个板上 他们的车是个 pick up truck 他们就把它搬到后面 我担心他们就开车走了 那个板子就掉下来 所以我说 我就说不清楚 应该找了两个人 那个领队呢 一直在说英文 我说你不用说英文 他们听不懂的 因为向下人 不能听 你生活英语没事 手啊 我有手势 最后呢 他们知道了 排两个人在后面 坐着 按住那个板子 那个老人家 开车走了 还漏了一件事情 我刚才说的 在过程当中呢 我就问这个老人家 你有宗教信仰吗 我是牧师 他说 哦 我听过耶稣基督 以前去过教会 小的时候 主人学 那 这个是老人家 八十岁 在上海啊 可能以前去过 主人学啊 我说 华元堂啊 他就答不出来 他不知道了 我说我是牧师 我就为他导 求上的意志上 求上的帮助他 后来 就送了去 这个事情还说了一半 后来呢 回去 农庄呢 就吃饭嘛 哇 烤肉都来了 后来问 哎 牧师 刚才发生什么事啊 听说有个人掉了 在马 马上掉下来啊 是啊是啊 哎呀 八十几岁 还骑马干嘛 他还在讨论 他不应该骑马 OK 那 完全是对的 八十几岁 不应该骑马 还有人说说 这个老马 忽然间跑下来 可能他做了事情 打他屁股啊 可能替他 不然老马 不会狂奔的嘛 他一定做了什么 不对的事情 结果他掉下来 这个讨论呢 都是隔岸观火的讨论 这个老人 这个人 哎呀 怎么说了 哎 吃吧 哎 沙拉好好 安萨拉达 还有什么什么 好吃吧 就是一个讨论的事情 后来我就说 我把刚才的事情 说了以后 他们就 哎呀 不吭声 不说话了 那 我不是说他们 说的话 有问题 但是我就想 其实呢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评论事情 评论一个 做一个时事评论员 评论这个事情 哎呀 堕嘛 怎么怎么不好啊 评论我们都能做 都能说好的话 那些说一些弟兄姐妹 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 都是爱神去教会 祷告的一些弟兄姐妹 但是看到一个 又问题的时间 他们就停在 评论当中 没有人去 过去帮忙 有一个弟兄去了 他们后来就回来了 他知道有个导游在那边 他走得比较早啊 他不知道那个导游 帮不了什么忙 很奇怪的 他西文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先走了 看到他 睡下来 我们都知道 这个刘德华 以前不是睡下来 差点命都没有吗 以前第一代的超人 就是马上睡下来 结果呢 这里穿身痰痪 后来我看 那个老人家的脚还很动 我说OK 起码那个骨还OK 但是呢 我估计是他的盘骨睡了 这个盘骨 盘骨裂了 假如这个spine 这个植骨 出了问题了 下身不能动 能动的话呢 一转他身 痛得不得了 盘骨从马上掉下来的话呢 马的脚没有踩在身上 不然的话 他可能死掉了 只是盘骨裂了 明天就要回去中国了 可能在那边 待一两个月 走不了了 但是问题是 我不是责备那些弟兄姐妹 我是想 我们基督徒 比较习惯 隔岸观火的评论 比较少 真正的走进当中 去参与帮忙 假如我不是看过那个电影 神用那个电影来责备我 挣扎 其实我的想法 还是回去吃饭吧 我也帮不了忙 但是 神用那个电影帮助我 支持那个领队 用手势啊 找那个板子 不然的话呢 可能这个老人家了 这个伤啊 非常 更加严重 可能一生都不能再站起来了 神需要我们 有实在的信仰 路德的信仰 不是嘴嘴说的 不是说一些伟大的说话 啊 耶稣爱你啊 怎么样 基督徒 说了好多漂亮的话 没有实在的行动 没有任何的意思 我去探一个人 他太太去教会 这个朋友呢 他就 他是山东来的 人家叫小山东 小山东跟我说 啊 怎么怎么样 他跟我说 说了几句话 他说 我刚刚来阿根田那时 认识那个基督徒 然后他说了几句话 我听懂了 那个基督徒害过他 没有说太多 我猜得懂 但是我也不敢问太多 害过他 假如我们基督徒 面对朋友们 弟兄姐妹的困难 我们只是停留在 旁边评论一下 讲一些话 哎 我为你祷告吧 不伸出任何的手去帮忙 不行 更糟糕地就去 甚至去打一下 欺负人家 伤害人家 这个完全不是 我们基督的信仰 耶稣基督 面对苦难的人 他来到世间 成为人去拯救我们 我们要走进苦难人家 勒米在苦难当中 神采路德 实在的信仰 真实的恩死 尾声的 没有保留的 走进去 我跟你在一起 死都不分开 这种恩死 就把上帝的信仰 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盼望阿根廷的教会 以后再碰到这个情况的话 不是在那边评论 就是愿意走出去 我们帮了什么 能帮什么就帮什么 能力不多 但是尽量地 走进人家的痛苦当中 把上帝的慈爱 彰显出来 今天我知道我们朋友 或者是我们弟兄 姐妹当中 都是面对痛苦的 困难的 绝望的 不要再带着嘴巴的信仰 要带着实际行动的 慈爱的信仰 我们愿意 真的好像路德一样 实在地把耶和华 把神的恩赐活出来 改变 把人在黑暗当中 把他救拔出来 路德纪 最后的结局非常好 神用路德 后来找到一个丈夫 这个丈夫比他年纪大很多的 后来生了孩子 最后四章十七节说 拉米有儿子的 不是他的孙子 但是空空满满出去 空空而为 但是神再更加丰盛地赐给他 有孩子 因为耶和华是首月 施慈爱的神 这个道理 要通过我们这些 相信神的慈爱的人 活出来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的信仰 不是嘴巴的信仰 我们的教会 不单单是讲道的教会 乃是什么 行道的教会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许你帮助我们 明明我们过去 我们常常喜欢评论 喜欢讲话 今天我们看到路德 他实在的 没有保留的 尾声的活出神自己的恩慈 主啊 今天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尾声 没有保留的 把耶稣基督的恩慈的爱 在我们生命当中 活出来 主啊 看我们能力 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太多自私 太多顾虑 主啊 求你的圣灵 常常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走出去 活出你的恩慈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